老灯开讲 各位朋友好 我昨天的节目中 爆料李强的马仔 上海国资委主任白廷辉被抓 我在节目中预测 白廷辉被抓的消息 可能要一周后才能公布 但是没有想到 我的节目播出不到一个小时 中共的官媒就公布了 白廷辉被查的消息 中共官媒的公布 印证了我爆料的准确性 怎么这么准 怎么这么零 气死 批谣查 恶心 小粉红 中共之所以这么快 公布白廷辉被查的消息 我觉得可能是 他们看到我公布了 他们在拖延公布 会陷入被动 那么就立即公布 还有可能是凑巧了 他们本来就要在那个时间点公布 敢巧的 我公布在先 他们公布在后 大小劲赶上了 就是寸劲 巧合而已 不论什么原因 中共官媒的公布 都印证了爆料渠道消息的准确性 尽管我也不知道 他们捅出这条消息的动机和原因 我们也不用管那么多 只要我们听得爽 我们听闯听得爽 只要中共内斗内讧 我们就非常非常开心 乐此不疲 其实白廷辉被抓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就得到了 我完全还可以再早那么半天公布这则消息 只是我白天要下地干活 我不说吧 现在正是秋收农忙的时候 我得白天把活干完了 晚上才能做节目 所以说就完了几个小时 如果我再抢先几个小时 这个工信力就更强了 上次哈尔平公安局副局长 李光被查的消息 也是我提前公布的 我公布了很久 中共才公布李光被查 所以那些批谣查们 你们不服不行 你们有本事 你们也公布 你们公布完了 最后官媒再公布验证 你们不没那个本事吗 没人给你们料吗 所以说你们就生气去吧 可瑞瑞去吧 今天还有一则大料 也是要抢在中共公布之前 我们来爆料 这则大料就是黑龙江政协副主席 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被抓 李海涛是昨天在医院里 法市的医院里到被中纪委抓走了 他也是被中纪委押往北京 李海涛是1963年出生 黑龙江八业线人 他曾经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副部级 去年他刚卸任常务副省长 转任政协职务 李海涛虽然只是副部级高官 但是他的被抓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李海涛是前任大委员长 立战书的亲信 一直替立战书代持立家在黑龙江的产业 这次查办李海涛剑指立战书 立战书是2004年调到黑龙江 先当省委副书记 后来又担任黑龙江省的省长 李海涛当时是担任黑龙江加姆斯市的市长 他巴结上了立战书之后 李海涛就一路升官 后来他又担任大兴安岭地委书记 李海涛从加姆斯市市长 调到大兴安岭地区担任地区书记 地委书记 后来又担任省委秘书长 省委常委 尤其是李海涛担任黑龙江省国资委主任期间 向立战书家族输送立仪 把国营的大兴安岭西游金属矿山 转移给立战书家族 并一直代持立家在黑龙江的产业 李海涛本人也疯狂敛财 脉官欲绝 原来哈尔滨市的公安局局长叫刘亚洲 也叫刘亚洲 和将军刘亚洲不是一个人 也叫刘亚洲 刘亚洲是原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 还有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叫曹振和 刘局长和曹副局长都向李海涛大肆行贿 现在刘亚洲和曹振和也都被抓了 刘亚洲和曹振和被双规的消息 应该是配合李海涛被查的消息 同时公布 他们这三个人是个团伙 他们三个被查的消息应该是同时公布 爆料消息说习近平和栗战书的关系 看似表面不错 但实际上一直磕磕绊绊 栗战书在私下里也给习近平下了很多套 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很一般 要不然栗战书在二十大上也会留任了 就不会退休了 尽管年纪大 王毅年纪还大也70多了 张又霞年纪大都留任军委副主席了 所以说习跟栗的关系非常一般 爆料消息说习近平这次视察黑龙江 在黑龙江他听取了中纪委驻黑龙江巡视组的汇报 中纪委巡视组重点就提到了李海涛和栗战书的案子 习近平是当场拍板查办李海涛 这才有昨天中纪委是从医院把李海涛抓走了这件事发生 习近平一直在搞运动式反腐 当然是治标不治本 根本不管什么用 但是习近平这种二愣子整人的精神还是值得钦佩 尤其是整个官场 无论军队还是地方现在都被他整的鸡飞狗跳 中共的官场成为一架巨型的绞肉机 影响着中共的政权稳定 让地方官员和军方将领都对习恨之入骨 都恨不得习早点完蛋 那么这种效果我们还是欢迎的 中共的内斗斗得越凶越好 中共的内乱也是乱得越糟越好 让我们不但有戏看有床厅 也有煽风点火推翻专制的机会 我们一直爆料的现任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出事 李尚福出事刚刚又得到越南官员的证识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三名越南官员对路透社表示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周突然爽约了 与越南国防部领导人的会晤 从而使这位上任不久的中国防长 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两个多星期的谜团加重 今年65岁的李尚福原定9月7号到8号 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举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 但是两名越南官员表示 北京方面在活动的前几天告诉河内 李部长因为健康原因不会出席了 会议因此退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及国防部和外交部 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这次活动推迟的置评请求 路透社周四晚间未能立即联系到越南驻北京大使馆 路透社说李尚福突然取消此次行程之前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长时间从公众视野消失后 于7月因不明原因被替换 中国人民解放军精锐的火箭军领导层也被集体换班 这些举动引发了人们对中国领导层决策的质疑 中国国务院最初也表示秦刚由于健康阴阴 无法出席外事活动 李尚福于今年3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他受到中国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 因为和秦刚一样 他也是中国五位国务委员之一 这一内阁职位的级别高于一般部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华盛顿知道李尚福取消了与越南的会面 路透社说李尚福在秦刚之后不久就失踪 这说明中国精英政治对外界来说是多么神秘 我们一直在节目中说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在公安系统一手遮天 把公安系统建成了王家军 图谋不轨啊 企图犯上作乱 公安部的同事都称呼他为王里格任 他自己呢看不起普里格任 反倒呢更敬佩韩国刺杀朴正希的情报部长金仔归 他自号是王仔归 可见王小红之凶心壮志 公安部领导层中啊 王小红已经都冠上了他的亲信 各地方的公安厅局长也都是王小红的心腹 唯有公安部副部长刘钊 是王小红在上任公安部长之前就被任命为副部长了 属于前朝人马 是孟建柱一手提拔的啊 刘钊是孟建柱提拔的 跟王小红呢不是一条心 所以王小红一直的找机会拿下刘钊 最近呢王小红终于讲刘钊撤职 官媒呢已于9月13号公布消息 刘钊副部长被免职 而且没有提到刘钊的下一步任职去向 搞掉了刘钊啊 王小红在公安部一手遮天一统江湖 王家军现在是纯耳又纯的 将对习近平形成致命的威胁 很多人有疑问啊 王小红是习近平的鹰犬 怎么会两个人现在走到这一步 其实啊就是一言以蔽之啊 你们看毛泽东跟林彪 你们再看普京跟普利格任 再搜索一下朴正熙和金仔归 独裁者啊和他们的鹰犬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 原来的关系有多密切啊 最后的关系就多仇视 爆料消息说啊 王小红跟身边人谈到他对习近平的五大恨 对习近平有五大恨 第一呢 他为习近平连任的立下汗马功劳 在二十大呢 习近平没有让他进政治局 第二大恨的是习近平的 没让他当中央政法委书记 而是把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一职位啊 给了陈文青 第三呢是习近平为了补偿王小红 曾经答应成立中央内务委员会 同管公安部和国安部 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一致反对 此事泡汤啊 王小红的中央内务委书记也没当成 第四呢是习又答应让王小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兼公安部长 就是寻文革前罗瑞卿的先例啊 文革前罗瑞卿就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华国锋也是啊 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这次呢习近平就答应让王小红 当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但是啊又没有落实啊 最后也没有落实 只要王小红当了国务委员 而且排名靠后啊 让王小红是大失所望 第五啊 习为了谢莫杀驴做舆论准备啊 习曾经公开说过 说王小红有三有啊 就说王小红有三个有 是有江湖气 有野心 有怨气 尤其是有野心一句 习近平很少这样评价别人 现在把有野心这个罪名 安在王小红头上 让王小红啊 是如坐针毡不寒而栗 总而言之啊 习近平与王小红 从亲密战友到冤家对头 这对主仆君臣啊 算是彻底分手了 公开分手只是时间而已 两个人的公开分手之日啊 必将有武斗而不是文斗 王小红到底是林彪 普里格任还是金仔归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共官媒新华社啊 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军队的主题教育活动 说这次学习习思想的运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共在年初布置的全党学习习思想的运动 第一波已经结束了 告一段落了 马上呢要开展第二波 还要继续学 经济崩盘 政治混乱 现在只有靠学习习思想 来统一思想 稳住阵脚 爆料消息说啊 这两天呢 正在部署 9月底到明年1月的第二批主题教育活动 陆续呢 会进行动员与部署 同步实施的是第一批活动的总结啊 现在就做总结了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啊 总结军队的主题教育活动 消息称呢 中央各个巡回独刀组 在第二批动员会上的要求包括 第一一定要实 学习思想一定要实啊 因为第二批啊 要更加涉及基层 涉及一线 如果搞得过虚了 会引发基层工作者与民众的反感 第二呢 是一切要结合实际工作 不要浮于表面 也不要瞎折腾 搞得基层敢怒不敢言 第三呢 要坚决杜绝 低级红 高级黑 第四呢 一定要在学习成果中 体现是在认真学习之后 所产生的新思考 新举措 新局面 还包括六个方面 巡回独刀组的一些细节啊 在提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时 加上了按照中央要求等措辞 在提到组长蔡奇时啊 这次主题教育的中央领导小组组长 蔡奇嘛 在提到蔡奇组长时啊 没有第一批时那种言辞上和神态上的谄媚啊 就是没有太巴结蔡奇这次的通知 结合习出访南非的一些新闻 极有可能蔡奇因为全面掌握南非外交会晤活动的安排细节 导致习近平全球出丑 而被习近平不满而严肃批评 今年以来习近平到哪里蔡奇作为办公厅主任都是全程配同的 但是有消息说啊 习近平对蔡奇的服务越来越不满意 认为蔡奇的办公厅主任呢 做的没有丁薛祥那样细致 早年习近平在浙江镀金啊 蔡卓是提供异性服务 蔡奇卓是给习近平提供异性服务 李强呢 卓是负责吃喝拉撒 这两人呢 都清楚自己 尽管掌握了顽固子弟习近平的某些把柄 而被照顾成了郑国级干部 但是一天到晚呢 还是战战兢兢的 生怕被病啊 生怕被有病 毕竟啊 一铁是老乡 二铁是铜窗 三铁一起嫖过窗 四铁一起风过窗 蔡和李呢 都没铁到第四层 就是没跟习近平一起风过窗 除了窃国之窗以外 而王岐山呢 是跟习近平一起风过窗的 所以截至目前 尽管传闻闹掰 习呢 并未收拾王岐山本人 再说一点国际消息啊 昨天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发表了一份演讲 他在这份演讲中啊 提到了中美关系 他主要是说到呢 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 大家知道冷战时代 那就是准战争时代 冷战结束了 就进入和平时代 那布林肯说呢 现在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在重新又进入冷战时代 而美国西方的冷战对手 就是中国跟俄国 与布林肯的演讲相互应啊 美国一家知名智库 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啊 他们提到了要遏制中国 啊 这洋鬼子啊 说话也是比较委婉 他们不叫遏制中国 叫放慢中国 揍当把中国呢 放慢点啊 其实还是遏制中国 美国智库的这篇文章啊 提到了用17种办法 来放慢中国 来遏制中国 这些办法包括啊 第一阻止中企在美国股市上市 第二呢 限制华尔街和其他金融机构 对中国的投资 第三对产品倾销 征收选择性关税 如稀土矿 确保以市场为基础的美国企业 得以生存 第四通过增加商业间谍调查 起诉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 惩罚力度 限制其获得美国的研究能力 第五停止与中国的大部分科技合作 第六对于为中国企业提供经济发展资金的美国有关州和地方政府 扣留其联邦资金 第七当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公司的竞争处于劣势时 可以不受外国贿赂法的约束 第八扩大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能力 帮助美国公司在第三国市场上 与中国公司竞争时赢得交易 第九为美国企业提供反垄断豁免 允许他们合作 而不是与中企分享技术 第十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企的商品和服务 第十一扩大CFIUS的审查范围 包括中国对美国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 第十二针对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实行互惠原则 如果中国市场不对美国同行业的公司开放 美国市场也不开放 十三要求美国的大学披露其获得的任何中方资助 十四要求美国公司披露与中企共享的技术 十五建立从强制性知识产权转让中受益的中国企业名单 十六通过捍卫美国法院法案 惩罚任何试图利用外国禁诉令干扰美国法院主权的一方 十七与美国盟友建立一个联合项目 使企业更难向中方转让先进技术 总之美国智库主张加速美国 就是加快美国的发展 放慢中国就是遏制中国的发展 又到欢乐环节 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 看这个啊 再创激入搜索量超过三亿次 润的心挡不住 中国人想润的心挡都挡不住了 前几天微信指数小程序上 推送了一则异常通知 9月5号和6号这两天 移民这一关键词的搜索量 竟达到了三亿次 数值日环比暴涨了746.38% 达到了去年同期以来的最高峰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中国人对移民的兴趣空前未有 鸡包子瞎折腾 老百姓想移民 再看这个啊 中国央行再放大招 网民热议 央行昨天14号宣布 中国央行再次下调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 为陷入困境提供更多的流动性 是从9月15号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 这则消息研发网民的极大观众 网友说继续放水 美联储9月继续加息紧缩就精彩了 看看谁更牛皮吧 还有网友说现在的问题是个人贷款变少 不是银行没钱发放 还有的网友说银行说我不差钱 老百姓说我缺钱 但是我不想贷款 银行说反正我是尽力了 还有网友说一边经济恢复的好 一边又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自己打自己脸了 也有网友说为了刺激消费真的是不遗余力 可惜没有什么用 这位网友说塔西托陷阱说啥做啥 老百姓都不信了信用破产 还有人说又一计强心计而已 我们再看一段视频是小粉红发疯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